大S和酷隆成员 聚精夜想婚 成了众媒体平台的 真流量密码 不过这段期间 除了聚精夜来台短暂现身 女主角大S始终神隐 于是乎上至媒体 下至网友们 全都成了名侦探柯南 各种捕风捉影 当然各种流言蜚语 是甚嚣尘上 我觉得现在全 所有的台湾人 还有不管哪里人 都已经沉浸在 这个太浪漫的爱情当中了 所以因为过度浪漫 所以有些媒体 可能会想说 不行不行 我还想要再写一些 更浪漫的故事 大S生了一双宝贝儿女之后 越来越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除了2019年上路纵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和《竹梦空间》第二季 几乎没有推出新作品 现在与旧爱聚精夜 再续前缘 光速成为夫妻 过往大S只要谈恋爱 就会成为恋爱脑 全面退出演艺圈的传言 当然再度传出 有媒体报道 徐妈妈怒气满点的原因 除了大S二度空降女婿 先攒后奏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考虑 卖掉名下市值两亿的豪宅 前往韩国置产 并带着一双儿女 长居韩国 不过大S与汪小飞结婚十年 身为前北京媳妇的她 都没有带着儿女到对岸常住了 到语言不通的韩国生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对此几乎成为发言人的小S 也否认了 开始之后 怎么觉得韩国跟姐夫一上课 不可能 因为孩子还是要在那个 在这边上课什么的 倒是我觉得姐夫是 他的工作是完全可以 就是不需要待在一个地方做 因为他实在是 又是当DJ 然后又是做那个 艺术创作的 所以他到哪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他留在台湾的 可能性反而还比较大 大小S的好友 在Instagram上 投出三个人的合照 并祝大S幸福美满 小S专辑大卖 还tag了大小S 以及大S的老公 居俊悦 居俊悦直接按赞 吸引票网友狂寒 首都露面的大S 真的是超级漂亮 不过仔细看 小S是棕色头发 跟近期出席活动的 黑色发色明显不同 再来就是桌上的手机 也泄露了 照片不是现在拍摄的证据 2019年 大S录制 《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时 使用的正是这只手机 估计是有人为了 线上祝福 所搭配的姐妹旧照 大S和志军夜 已经20年没有见面 这次他千里 寻期来相会 却被疫情阻挠 必须住进防疫旅馆 进行10天隔离 外传大S心疼老公 特地亲手做便当 送到旅馆 没想到发言人小S 也证实了 没有这件事 所以其实那个故事是 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 就是我姐并没有做便当 OK 所以现任韩国帅老公 并没有吃到大S的 手做便当 恐怕要等正式出关之后 才有机会了 倒是这位仁兄 前男友宰宰宰邹宇明 曾经吃到了爱心便当 这还好啊 还好还好 有一次 我说我好想 好久没吃炸炸猪排饭 咖喱炸猪排饭 然后我就问他说 想要吃 他就说好啊 那他就做 然后那天我在工作 然后他就特地请了 他的那个助理 做完了以后就 包了 做了一个便当盒 然后带过来给我吃 然后 带过来给我吃以后 然后我电话手机就一直响 然后有简讯 然后我就看简讯就是他从 开始做到中间 到他觉得有失败啊什么东西 他每一次都传一个简讯给我 因为他很紧张 他觉得会做失败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就是那个 脆皮会跟肉分开的那个 猪排饭给我 脆皮跟肉分开啦 这是失败了吗 每次失败的猪排啊 我不能讲他失败的话会生气 这还是好吃只是会分开 这是有风格的猪排饭 他还满感动的 对 所以他很爱做这一类的事吗 而且重点是厉害的事喔 只要讲得出他想吃什么 我姐都做得出来 你还想吃什么东西 我就只有喜欢吃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咖喱饭 一个就是猪排饭 就只要这两种就可以满足我 那就是咖喱猪排饭啊 但是他还会煮 比如说泰国咖喱 泰式风味的咖喱 他会在咖喱中求变化 印度的 对 哇 苦了他了 对 那你做什么给他吃 蛋包饭 你也会做 因为最近要拍戏 然后有去学法国料理 然后 虽然蛋包饭它不是法国料理 可是因为戏里面它会用得到它 所以我们也有请老师教我们 所以我大概一学了我就回去 就是做给他们吃 就是做给他们吃